巴黎银行公开赛 这场比赛的1%决赛 身穿粉色球衣的这是来自于萨尔维亚的杨科维奇 对面是他的同胞伊万诺维奇 比赛的是由杨科维奇率先开始发球 两个人呢都是在底线 杨科维奇他应该是从上一场比赛当中 我觉得他晋级的过程就有点跌跌撞撞 状态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说话杨科维奇的反拍就了 杨科维奇是赛会的未免冠军 漂亮 手感非常的细腻 好重 杨科维奇的击球跟杨科维奇 杨科维奇的双手套 杨科的这个两条直线还是就比较漂亮的 对他实际上对着任何对手 这都是他的得分强项 没办法 杨科维奇的女子球员不太一样 这样球在落地的时候呢可以保持弹跳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强烈的前冲 难度很大啊都是用 没办法了啊之前的一拍已经决定了这一分的 没有人叫啊 确实很重要啊所以一万还是挑战一下 但是确实一个好 哇很漂亮啊 这球还是回球太强了 好球 我的天哪好球 好球之后 好球 哇 这是一个 所以他的站位呢相对靠后一点 好球 你看杨科其实跟一般球员来比的话 好球 很难 在高级别的比赛当中见不到他 在巴提亚他还是二号中的 通常那场那种比赛也无法提供转播信号 一万还是喜欢正拍侧身的 哇真是棒 这一万呢他也很了解自己杀的很有气势不断的挥拳 哇好球 你看这个但是很轻 这一关 非常漂亮的一个对手 在屏比上超过了这个沙拉波瓦 哇还有 非常精彩的一分 哇真的太漂亮了 观众朋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一万的技术统计杨柯维奇啊就一发进球比对方呢还要更高一点 但是他很显然并没有太多的规矩 梁统统计杨柯维奇现在这段时间没有教练啊 哇这个回发真的是 一万多维奇现在问题还主要是不是非常的稳定啊状态 他今天这场球其实打的就是他有点回复到顶尖状态 好球啊好球好球这次终于打球了 前冲的力量呢比较大 哇真是好 而且呢 会上网做的铺垫现在也很难做到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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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就比较轻松啊 他体能方面还被动的 0比30落后了2分 是不是杨柯的机会呢 好球 嗯 我吃一个饭 会出现三个破发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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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因为我觉得 刚刚我记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嗯 之前已经浪费了几个破发点 哎呦 漂亮的一个回头球 真是敢打 而且这个 哇 哈哈哈 对杨柯维奇 接下来比赛的二发提出挑战 哎呀 哎呀 杨柯维奇这个球处理的啊 对 想一个 哎呦 哎呦 今天但是 感觉气场特别有什么多 就简直是一无是处了 嗯 30比0 30比0 31G S 回几点 哇 真是漂亮 对 站在这个位置 感觉你又没有威胁 哇 嗯 这种出球效果 正反手呢 都是双手持拍 平常每一轮都打三打三盘 但是最后还是坚持到最后 但是啊 离这个 合约结束已经不远了 对 对 从底分上来看 网续不到最后一分啊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 那个时候叫教练进来有点太晚 因为从八球这个环节 没有减缓 他进攻的势头 现在看到 赛末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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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南下 这样呢是直落两团的比分 6比4 6比2 现在看到呢 方面出现的是三位和天之兰大礼节的观众 上海的山东的河南的朋友 获得了今天的这个 礼物 同时呢 还有北京和吉林的两位朋友 拿到了天之兰的现金大奖 非常地恭喜大家 同时呢 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 满球的转播